好我们就要来进一步聚焦 民进党在九合一败选之后 现在正值府院党布局之际 接任党主席的热门人选郑文灿 却因为论文涉嫌抄袭 学位被撤销 而郑文灿的口试委员之一 林佳龙也被波及到了 康泽的终身代接班出现了变数 传出党内酝酿新生代接棒来出马 而除了是前文化部长郑力军被点名 连绿营大佬许信良 也力推党副秘书长林非凡 角逐党魁 并且出任副格魁 对此林非凡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是检讨与改革 并且广纳社会意见 郑文灿的学历 好像论文又出现一些状况 这个部分我们理解怎么样 被问到郑文灿硕士学位遭撤销 总统蔡英文暂时停下脚步 但却没有多做回应 脸色不是很好看 因为郑文灿指导教授 正是管局长陈明通 而口设委员之一则是林佳龙 在党主席补选纷扰之际 这抄袭漩涡已经打乱了蔡总统的布局 不要让有太多的纷争 干扰到这一次的党主席的选举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如何整军出发 团结为2024才是最重要的 党魁热门人选郑文灿林佳龙 上一步增填变数 近日也传出绿营基层 正在酝酿力挺前文化部长郑力军出马脚除 前党主席许信良则力推党副秘书长林飞凡 担任党魁并出任副格魁 才能争取年轻选票 我想我不对个别候选人评论 林飞凡透过声明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败选的检讨 改革并并并广纳社会意见 由于这波民进党的人事布局牵动2024 许信良也列出梦幻名单 民进党赖政配国民党朱立伦 他将启程 国科配的第三势力将是蓝绿最大威胁 我现在作为党主席 百分之一百的心 在努力包括我们延长赛的这三场选举 回答2024小心翼翼 毕竟眼前还有立委补选 跟嘉义市长选举胜败 也都关系着更上层楼的政治能量 记者小比先生台北报道